赶快来请教佩芬姐 傅昆琦真的那么重要吗 国民党真的非他不可吗 国民党是不是非他不可 未必 但是国民党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政党 然后也是个相怨的政党 我为什么说现实 因为国民党现在是38席在立法院 那傅昆琦进来 第一个增加一席39席 然后另外一个他刚刚说了 现在国民党家屠势必 显然就是刚刚王一元讲的 我口袋那么满 我可以帮忙 所以才会选出一个代理主席 是个台商红顶商人 我觉得他是看准这两点 既然他说他是正男生男的话 他其实不需要这个时候 急着进国民党 你只要在政策上 或者在这个议事过程中间 支持国民党 投票的时候支持国民党就可以解决 叫做党友 因为他说他20年来一直是正男 而且是深男 既然是这样 你根本不需要急 大家都知道 大家也知道他当初跟宋楚瑜的关系 所以他并不是真的正男生男 宋楚瑜到后来根本就不是男的嘛 太明显的是橘色的 所以换句话说 他自己也知道你国民党现在就缺人嘛 那我现在有钱又有人又有一票 国民党里面现在很多人就看准他那个 所以你看他们有两种说法 一个是要尊重程序 另外一个说他是支持的力量 但是问题是我觉得国民党为什么相怨让人家看不起 你这个时候考忌讳 你应该是快刀转难嘛 或者你应该出来主持正义 你竟然跑掉了你知道吗 就辞职太丢脸了 那你当初在国民党在开除我们几个的时候 没有人讲话 他也照样在那边执行 这叫没出席 一个政党没有一个人敢出来负责 担起这个重任的话 这个政党让人家看不起 我觉得这个才是真的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 傅昆琦当初为什么被开除 然后你记不记得 他那时候跟他太太两个假离婚 然后又怎么去选举 然后太太后来做了立法委员 承诺去选花联县长 也选上了 现在两夫妇一个当县长 一个当立委 全花联就是他们的天下 你知道所以他在花联声音是很大 那国民党今天真的是落魄到这种地步吗 那金小刀当然争议也蛮多的 但是他今天既然敢站出来 就表示国民党还是有这种人 就是有人是反对的 那事实上你说 反对收复昆琦是病毒也好 或者是体弱然后容易生病也好不管 但是基本上党内基本上有不同的声音 既然有不同的声音就不必急于这时候 那刚刚讲那个民调 我坦白说台湾现在民调很多 要看哪个单位做的民调 台湾民意基金会对国民党 绝对不会很友善 虽然我不是国民党员现在 但是问题是还是看哪一个单位做的比较公正 那这个才能算数 那国民党所以民调低可以证明 他总共选出来只有三十几席 他不可能高到哪里去吗 对不对 如果他真的高到哪里去的话 他不可能只有三十八席的立法委员 所以不必去争那个事实上是不高 但是你说十二点五%是不是够低 也未必啦 但是你说国民党今天 在这个时候选党主席 倒不是说他趁着这个时候选 他老早决定这个选 他只是不知道这个时候疫情爆发 所以洪秀珠就会说 既然这样有大家在防疫 你就再缓一下 这个是对的 但是那两个论头呆 就非要这个时候要去选 而且还讲话互相料话 也料得蛮凶的 那更好笑是 这个时候两个争论的就是说 一定要去先救韩国瑜 你不知道国民党这次选成这个样子 就是韩国瑜 才是祸首吧 我们在讲那个就是战犯 你当初吴敦毅搞出韩国瑜来 我在这个节目上讲过 他明明才刚当选高雄市长 才就职两个月 就起心动力要去选总统 你根本没有正当性 后来他们自己承认说 当初没有正当性才是败选的原因 没有人 也不是说全党都这样 我从头开始就坚持 我到今天也坚持 他就是没有正当性 而吴敦毅这个党主席 让他做就是最大的战犯 而且我已经讲了 1999年 吴敦毅在高雄选年任的时候 丢掉了高雄市 你现在把韩国瑜弄来选总统 毁掉了国民党 如果韩国瑜又被罢免的话 再丢掉高雄市 吴敦毅是两重的战犯 韩国瑜也逃不掉 那你说国民党今天会败成这个样子 不是没有原因 当然是其来有之 因为整个党都是相怨 你当初为什么没有人站出来反对他选党主席 不是 选那个做总统候选人 没有一个大佬出来讲话 你现在讲话有个屁用 包括金辅冲 你当初有站出来讲一点公正话吗 没有啊 你今天来说病毒 真正的病毒我看是韩国瑜吧 富坤其固然是病毒 韩国瑜难道不是病毒吗 还要全党去救他 他已经被全党就被他毁掉了 你再去全党救他 所以我不知道国民党今天 你要真的起始回升 或者要是从政那个声望 要怎么做 我觉得可能真的要有高手 所以很多大佬私下跟我讲说 这些领导人阶层一代不如一代 那既然这样的话请大佬站出来讲话吗 主持一下公道